有人知道足球有多元吗?清水国中的师生团队 日前参加台中市国中小科展时 就特别利用数学计算来推导节角20面体的足球表面积 还有真正球体表面积的比值 由于指导老师考虑到国中时因为没有教到三角函数 因此改采较复杂的运算方式来做验证 也因为如此完整推论过程和创意命题 让他们成功打败各校好手一举夺下手奖肯定 师生团队反复计算公式仔细推论清水国中师生团队 日前率队参加台中市国中小科展 以足球有多元作为主题发展 利用数学计算来推导节角20面体的足球表面积 与真正球体表面积的比值 靠着完整的推论过程与创意命题 让他们一举夺下数学科的受奖肯定 就是因为这个李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有像我们提到这个八课球 然后他就展示给我们看 然后他有提到这个八课球的结构 跟这个传统足球就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跟同学讨论 然后就想去了解这个八课球的表面积 跟这个真正球体的表面积到底是相差了多少 以前没有想过 然后这次就是发现可以 就是去再更进一步讨论足球的相关的一些东西 希望表示由于国中阶段并没有交到三角函数 因此同学们在验证相关球体比值时 必须改彩较复杂的运算方式来验证 经过多个月的讨论与验算后 才终于得出足球的比值 加上皮革充气膨胀后 会非常接近真正球体 整个过程花费了心力不少 我认为就是在这些推导公式的过程中 或者是就是在研究这些表面积的关系 让我们的都是在就是 增进我们逻辑思考的能力 最后我们有非常惊讶的发现 是跟他的这个顶点数有关 一个多面体的顶点数越多 它会越接近球的面积 这真的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那整篇的文章也是让我们更清楚 在多面体几何的研究 那这整个推导在文献上我们没有找到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用其他的方法 在国中现有的这个知识里面 去找寻解题的这一个公式 这一个内容 我觉得对于他们这样在未来的学习上头 非常的有帮助 用他们最基础的知识 然后去追寻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跟策略 那让他们这个能力能够提升 同学们也表示 尽管计算时遇到不少的困难 但过程中也得到不少的收获 校方也表示 接下来师生团队也将代表学校参加5月中旬登场的全国赛 期许他们能够再接再厉 用夺家居 介绍包含台中采访报导 我通常都是有 我通常都不做 我通常都不做 还有 我通常都是有 我通常都是有 Cง